在新時代下不同的企業都希望盡量做到可以提升顧客的體驗 所以很多即時的通訊或者回應速度夠不夠快 都成為了他們一個自盛的關鍵 今天就和一位朋友一起談談 究竟關於一個訊息解決方案 怎樣可以幫助到不同行業和不同層級的企業做得更好 Burton 你好 你好Apple 最初為何你們成立公司時會依據方向發展 當時市場上是否已經找到一些需求 大家都很想向一些訊息解決方案著手 其實我們公司在2015年成立 一開始就不是在做這個題目 發覺2016年的時候 Facebook 即現在叫Meta 開放了一個訊息解決方案的平台 除了Facebook開放之後 即我們發覺WeChat、Line 甚至我們香港人經常用的 比如Telegram、Whatsapp 他們都慢慢逐步開放 我們就會看到其實這個訊息平台是有需要的 因為原來早期可能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是很多消費者已經開始每天都在用Messenger Whatsapp、Line這些平台 其實我們就看到一個商機在這裡 就是原來我們的客戶、商戶 如果要更好服務他們的顧客 其實在這些平台開啟這個服務是有必要的 但是有沒有說在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現什麼類型的行業 或者是你們接觸得比較多的企業 他們屬於什麼類型會比較多 有沒有說特定是針對哪一個市場 其實我們當時最早期見到第一個市場是零售 因為零售可能要很短時間 要立刻通知大量客戶有什麼新的產品 新的價格優惠 接著我們就發覺除了零售之外 就是E-commerce、電商 電商之後就開始有些品牌就進來了 就是做一些luxury的牌子 我們譬如有些賣錶、賣車 我們發覺原來這些方案 都可以幫到他們在Whatsapp和Messenger上面做到生意 接著後期就開始在一些我們疫症 近這幾年到 其實原來各行各業 如果要大量去接觸他們的客戶 變成可能平時你去銅鑼灣、中環這些地方 或者不同的商場 你可能會接觸一些商戶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變成你更加有效接觸這些商戶的時候 就要透過這些客戶 經常都會用到的一些通訊軟件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感受得到 現在很多時候不僅靠去到實體店做行銷 其實在一個訊息通訊軟件當中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不過我想問一下Burton 其實你剛才說的零售 零售都可能分很多不同的類別 有些車廠品有些民生需要的 不同的機構自然他們面對的客群又不同 可能需要上都不同 你們怎樣調節呢 首先先說一下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產品不只是支持一個平台 我們有支持 比如WhatsApp Face Messenger Instagram Line 我們都有支持 所以根據不同行業 例如藥房剛剛有一個挺好的例子 其實大部分客戶可能是來自微信的 WeChat 我們都有支持 可能買衣服就會看衣服是甚麼年齡層 如果年輕一點就喜歡在IG 可能有更成熟一點的 可能喜歡在WhatsApp 所以其實就看受眾的群眾 究竟他們喜歡在哪個平台接觸牌子 所以做到盡量可以滿足得到每一個年齡層 或者是不同的需要的客群 對 而且最重要是看回商業品牌 自己平時是否下開 例如說Facebook的廣告 IG廣告 又或者是否下開在Line 吵開跟粉絲聊天互動 在平時已經跟顧客接觸的渠道上 去提供的方案就會更加事本功倍 Bertan 你們做一些訊息解決方案 當中其實都要涉及一個開發研發 其實用了甚麼技術 跟我們一般平時 可能我發訊息給你用的通訊軟件 其實有甚麼不同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講 可能要簡單地講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的技術 首先百分之百都是香港製造的 就是我們全部添人都是香港的工程師 設計師去做的 其實當中的技術就是我們會利用這些 開放了平台的一些API 去做一些溝通 譬如說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或者IG 其實在這些平台上面 都容許第三方的工程師 即3rd party developers 在上面做一些場景去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例如可能那個商戶想做預約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一個購物系統 就讓它做一個更方便去預約的商戶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些支付的場景 即是怎樣可以短時間 可能發出一個push給大家 然後就說你半個小時內 你可以埋到單 結到帳 那你就有打過七折了 這些場景其實都可以透過這些平台的開放的心態 令到我們這些3rd party developers 可以去提供一些value added solution 給我們的brands和enterprise 其實無論是網頁設計 或Breton剛才提到的支付系統 或者現在大家都會經常用到的 就是聊天機械人等等 其實坊間都有很多 即是不同的類別或者不同的一些方案 怎樣真是回應得到市場的需求 還有怎樣分得到這個服務 算不算是高雲質呢 即是有些不同類型怎樣分別呢 其實近這幾年我們當初 應該早期可能只有幾個人做了 我們去到近這幾年發覺 即是去到這一年 其實超多多了很多的同行 一起進來去在這個行業開花 其實見到是好笑 因為那個需求 即是比起五年前三年前 是多了差不多以十倍二十倍的需求量上升 亦都有見及其次 其實我們見到每一個品牌 當它投資的方向的時候 他們可能在預算 人力和資源上面 都有不同的分佈 我們見到這個分佈的情況下 我們就有不同的方案 和我們去配合客戶 想怎樣設計它的收費模式 譬如我們有些什麼例子 譬如我們發覺那個品牌 本身有內部的一些IT專才 其實與其叫它整個項目 拿出來給我們做 會不會有第二個方法 合作得更好呢 其實就是可能我們提供訓練 和一些訓練的模式 給你們的IT的人才 去自己做一個checkboard 其實對於老闆來說 聽到就很開心 原來我的員工可以再次再培訓 然後再為公司帶來更多的機會 其實是win-win的 因為在這個情況 可能我們的IT部 或者其他人才可以有份工作 保持著工作 然後老闆又不用有額外 請到一個人 然後我們又有生意 所以其實這些方案 我們這幾年都在摸索 甚至我們都看到 就是有時候有些項目 是我們一個人做不完的 可能我們就會很積極地 配合 譬如說一些不同的周邊的 我們叫做整個供應鏈的夥伴 可能有人做設計 有人拍攝 有人做劇本 那我們就會合作一條龍 去更好服務那個品牌 最重要就是為消費者 或者目標客戶 會帶來更大的彈性 不過如果說到 就是要一間企業走得更遠更前 都想問一下Burton 怎樣將你的新思維放下去 無論是這幾年的一個經歷 還是你和那麼多不同類型的企業 一起去合作的時候 有沒有尋找到一個新方程式呢 其實我覺得 程式就比較簡單 就是你其實要每一天 或者你都要保持著和你的目標客戶 保持溝通 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可能花費很多時間 我們想想我們的產品 我們服務怎樣去提升 但其實那個方向 對不對呢 就是我們應該走哪一個方向呢 其實一個就是 究竟看看我們自己做生意 對我們的目標客戶的了解有多少 你去了解那個程度 你知道他們的痛點是什麼 他們也都因為哪一個痛點 願意付費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這一個呢 我覺得 在我們要帶領公司往更大更高的層次的時候 是要了解的 那這個方向決定了 那自然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目標的執行方式 就可以隨著這個方向 就一步步這樣向前邁進了 那也都因為可能我們以前 只是很專注 譬如我們說一些 就是luxury的品牌 那開始我們慢慢都接觸多些電商 這個零售 那我們都慢慢地去服務他們的行業 和了解他們更多的痛點 將自己的版圖進一步擴大 最後都要問問Burken 那接下來公司有什麼目標呢 經歷了這幾年的一個高速增長期之後 下一步的發展會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準備著 就是衝速向香港 那其實我們在整個亞大區 開始都有不同的據點 譬如說我們在內地 台灣甚至其實我們在西班牙 和墨西哥 我們都有我們當地的夥伴 一起去做這個聊天機械人的方案 那因為我們發覺 聊天機械人的方案 其實最主要是受制於那個語言 就是譬如說 原來你做香港人的track work 那當然要說廣東話 才會做得有那個溫度和那個貼題 那所以其實當我們想去擴展我們生意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其實我們去到一個地方 去墨西哥 其實墨西哥的西班牙文和西班牙西班牙文 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都在當地去設立不同的據點 再去更好服務當地的中小企 最重要都是真是深入了解大家需要的是什麼 從而找出一個特定方向向這個目標買進 謝謝Burton 希望你見到你的業務 可以成功衝出香港 好 多謝Apple 謝謝